一个人并不需要太多 就能过得很开心 头上有屋顶 温暖的火 大概还需要一个好女人的爱 那个我已经有了 当然不是在这里 这堆火对我的意义太大了 现在我坐在这里感到很满足 我感觉从现在开始 我可以舒服地生活了 我的第一餐是一份烤土大黄 我已经向前迈进了一步 之后就好办多了 还是非常苦 虽然我知道它是能吃的 但如果我不知道土大黄能吃 我是不会吃的 如果吃得太多 你会肚子痛 我没有 我现在没有其他选择 它是我的碳水化合物 我现在还可以接受 但是没过多久 我就开始痛苦不堪 我必须快速冲过去 我拉肚子来 然后 我要一直走到那边的河边 才能进行清洗 我必须快跑 肚子又痛了 收集木柴过程中我拉了三次 我的头在痛非常困 因为我腹泻了三次 腹泻是吃土大黄直接引起的 这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我要走半天的时间 才能找到人帮我 这次患病可能意味着灾难 除非我能找到不同的食物来源 否则我的任务可能无法完成 感谢观看